原标题 环珠格个小鸽子胡亚斯已出家 网友光头也这么漂亮 还记得环珠格个二中 那个亮丽可爱的小鸽子吗 他的半年者名叫胡亚斯 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小小年纪 就已经出演过多部影视剧了 尤其参与多部热门大剧 而且颜值也很高 真的是前景一片看好 但是近年来已经在屏幕上 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他去了哪里了呢 就在近日 有网友爆料称 胡亚斯已经在十月份出家 法名为红星 这一来网友们均大惑不解 不明白为何这位当初星途 一片灿烂的童星竟会选择出家 胡亚斯出生于1987年 在他年仅六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参演 也失去了随后小小年纪的他 在90年代出演了多部剧集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童星 年纪深幼的他已经拥有了很多人 都要不可及的成就 而且胡亚斯本人长得非常漂亮 如今的胡亚斯已经31岁 但是从近照来看 看上去仍然像是个十几岁的少女 颜值放在网红脸 追着脸风行的当下的娱乐圈 仍旧很是耐看 而且从网友晒出的胡亚斯 剃度后的光头照片来看 还是非常耐看 甚至有网友表示 原来他光头也这么漂亮 那么为什么起点如此高 万行条件有如此优越的胡亚斯 会选择退出于乐圈 甚至出家了呢 其实胡亚斯自小就喜爱学习 即使在当初整天忙着拍戏的情况下 胡亚斯都没能耽误自己的学业 他在2009年考入了德国国立音乐学院 而且是本硕连读 毕业后做了一名音乐教师 像这样长相漂亮 又能演戏拍广告 还能成为学办的女孩 真的是太少见了 或许很多人不明白胡亚斯的行为 像他这样安安稳稳 在娱乐圈发展多好 又舒心有风光 比上学轻松多了 我们见过很多同情出道的演员 因为拍戏而耽误学业 相对于学业来说 作为他们或者他们的监护人 显然更看重于乐圈的风光和金钱 像胡亚斯这样为了学业 而放弃了演艺事业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而正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 胡亚斯居然会出家 那这个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毕竟胡亚斯还年轻 这么早的就看破红尘 在旁人看来实在是难以理解